真的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因為我以前在電視上看到主持人 都不曉得美鳳姐姐這麼漂亮 今天看到以後 哇 嚇一跳耶 歡迎收看風雲話題 嗨 在這個單元當中呢 我們常常請到不同的族群 讓我們來非常進行一些特別的問題討論 然後我們知道說 他們的一些比較神秘的面紗 這是邀請到的這一群 可以說是給很多明星 塑造他們魅力的一個發音的代言人 對 就好像呢 許許多多的抄著那個廣東國語 像你這種就一定要請到後面 一定要找配衣 口水不清的啊 對 明星啊 好像我啦 好像我啦 很多的港星 對 因為他們的聲音改作 馬上變成很好聽的主角的聲音 對 是的 也許呢 你們對他們的人呢 不熟悉 但是喔 你們聽到他們的聲音 哎呀 絕對喔 大街小巷 大家都沒聽到過 絕對不陌生 是 是 是 今天請到呢 就是這些巨星的代言人 我們歡迎幕後配音 歡迎 來 一起來探討一下 他們做巨星的代言人有什麼困擾 有什麼好處 對對對 我很好奇 現在還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一起來研究 一位是曾國成先生 好 主持人好 瓜成好 另外一位 何篤霖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對這個幕後配音啊 也很有興趣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轉行這樣 你想要轉行 其實這個不容易耶 待會兒 你待會兒聊 整個看完之後可能就會了解 真的當一個幕後的代言人 真的是很辛苦 基本上問問看喔 一種特技了喔 對 那麼還沒有探討問題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李麥特 火記 馬幹仙 周星馳 櫻桃 櫻桃小丸子 小叮噹 小叮噹裡面的大兄 一秀和尚的小年妹妹 可能是男的長得不夠帥 女的不夠漂亮 才會做配音員 他們可以比我們先看到劇情 他們天生就是靠生硬吃飯的 我覺得我們國內目前的配音員呢 這個專業水準可能還不像外國那麼好 聲音要好聽 口齒清香 聲音要很豐富啊 演人演什麼像什麼 配音員配什麼要像什麼音樂 看完這個VCR之後 你會發覺說其實當配音員 他們也是很多才多姿耶 對不對 有很多的好處啊 當然也有一些困擾了 是…那我們先請教各位一下 覺得這個作為巨星的代言人 有困擾的請按鈴好不好 請 按鈴 三位 困擾不多 可以接受 這個…因為這個形象不是那位巨星嘛 有的時候只是如果說打電話啦 稍微會有一點點 但是呢可以接受… 可是會不會有… 我也喜歡這樣的困擾 有一種困擾是…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說… 要說正常國語的機會已經不是那麼的多 而且說正常國語的人不是這麼多 什麼叫正常國語 就是標準國語嘛 標準國語 所以說人家碰到你們的時候 你可能在買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在跟人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人家會不會說 有個幹嘛啊 好做作喔 講話講成這樣 前一陣子不是有什麼大陸課偷渡嗎 對 然後我們講這個話 常常人家說你是不是大陸來的 偷渡 常常會請他領檢身分證 幕後的配音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他們能夠幫目前的巨星加分 這倒是真的 不一定在激情戲 在某一些方面 他們的聲音表情真的非常的棒 這次給他們鼓勵一下 不容易…非常的辛苦 就是說 其實演員或… 演員他們在演戲的時候 有演一般普及的 然後有演這個限制級的 那他們演員價錢會不一樣 那你們在配音的時候 會不會配到限制級的就會比較… 難度…難易不同 有沒有什麼價錢不一樣 你們是怎麼分 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可以說是一個老朽 這個根本… 因為我實在是太平板了 只錄廣告 而沒有介入戲劇 所以這方面問題 我比較不太清楚 你配過什麼廣告 可不可以現場還是… 對對對 對… 激發乳含有特殊配方 從髮根滋養到髮燒 那也是… 讓你的頭髮更有生命力 這個常常在錄廣告 好… 謝謝… 沒有… 那講到這裡呢 那我們是不是藉這個機會 也了解一下 每位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你們曾經幫過哪一位巨星配過衣 可不可以寫下來 寫下來 對 我們可以請他們寫下來 然後請他們來就這個巨星 來做一段的這個對白 對… 像不像這樣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難處難在哪裡 我們難處難在是 花錢不花錢 那個承勞 基本上這個人講話他就 聽他講話就要付他錢 他是算…而且他還很貴 他算秒的 他算秒的 他甚至比那個長途電話 那個色情電話還貴 我們這樣請每一位用 每一位介紹一下 就是自我介紹 但是你可不可以用一個 不要平常自己的聲音 我是劉明勳 然後我曾經配過郭富城 郭富城 其實你知道的 常常是主角的時候 他們在戲裡面 都很少講話 很酷 對不對 在戲裡面 主角幾乎都是不太講話 怎麼樣 好 上 行嗎 上 拜拜 我走了 我走先 很少畫的 很少畫的 對 我們再請 我一般來講 因為我說實在的 雖然說外表看起來年輕 實際上年齡是滿大的 可是因為這個聲線的問題 巴鈺好像比較晚熟一點 所以通常來說 都是配一些比較年輕的一些角色 沒有配過卡通片的 卡通片滿多的 甚至於卡通的老巫婆都配過 好 讓我們開一下眼界好不好 好 來 示範一段 開一下耳界 耳界 我說人員公主 你今天搭在來 是要給我當點心的嗎 好合喔 好厲害 好厲害的聲音 我小時候就有聽過 好棒… 後來也曾經這樣 配過一些像是霹靂遊俠 我是配那部車火技 火技是妳的聲音啊 在我旁邊的就是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的老哥 畢律遊俠 所以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成了難兄難弟了 好 那可不可以請這個 難兄難弟來 給我們來一段好不好 火技跟老哥對話一下 老哥 我說你一天到晚追著女孩子 你不嫌累啊 沒辦法 個性使然 因為我相信 只要有車子在 有你在 就一切搞定了 沒辦法 誰叫我是老哥的火技 其實我覺得康電宏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現場 看到他本人 電視機前面看到他呢 都應該覺得他本來就不陌生 因為他常在戲劇裡頭 有很精湛的演出 厲害 你看 來 妹妹 來 瑪莉亞 小丸子的媽 謝謝 小丸子的媽 小丸子的媽耶 還有小丸子的同學 不是小丸子 小丸子的媽也是很可愛 因為一天到晚 小丸子都有一些狀況 媽媽都會抓狂 這個時候聲音是應該是 給我們來一段好不好 小丸子啊 還不起床啊 快一點啊 就是這樣子 對... 太有意思了 一聽就知道 對...挺熟悉 好了 再說要給錢了 再說要給錢了 來 好 少文 我真的也配過很多卡通 當然是豬八戒什麼這種 因為我聲音比較厚嘛 長相也不像啦 我最近配了一個卡通 小熊維尼啊 是我的聲音 但是因為這個對我來說 那個時候我開始一直抗拒 心裡頭有障礙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小熊維尼 這麼可愛 我要是把它配得不可愛了 我會對不起很多小朋友 可是你要不要現場 在講一小段 我們來聽聽看 到底可不可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熊維尼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蜂蜜了 我發言上文也是很可愛的 一種可愛的聲音 表情都可愛起來了 那叫陳熟豬呢 熟豬 大家好 我叫陳熟豬 我平常呢 最主要都是在配米南語方面 所以呢 現在我的主業就是配米南語 就是這樣子 其實陳熟豬 我不曉得朋友對她有沒有印象 因為我記得她以前是個很棒的演員 把男故演完練得很好 沒有啦 妳不敢騙 那介紹一下她們配的這個 哪一些人物 也給我們來示範一下 講一個配國的廣告好了 廣告 謝謝 謝謝 聽到這個廣告就想到 妳的小孩如果是 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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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的是要說什麼人 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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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學的是什麼人 人家的聲音 那是林秀芳的媽媽 對 林秀芳 她聲音 哪個女兒好聽 那是她的特色 有那麼簡單妳學會嗎 學會的不簡單 妳學會的不簡單 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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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孫若妮 是 那早期的時候電影 我配過大頭仔的甜妞 然後後來大部分配的是卡通影片 有個示範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叮噹貓 很高興今天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心體健康萬事如意 小朋友最高興啊 這個聲音非常的可愛 叮噹嗎 對 好 我們接下來 再請另外一個小姐 來 我電影配得比較少 我是日本連續劇 還有卡通配得比較多 我的故事是真正的小丸子 真正的小丸子 對耶 真小丸子啊 小丸子說說一點 來 對… 今天真的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因為我以前在電視上看到 主持人都不曉得美鳳姐姐這麼漂亮 今天看到以後 嚇一跳你 好厲害 好棒喔 好棒喔 大鳳姐 你被小丸子誇讚耶 這是我的榮幸啊 對啊 什麼也要 這個感覺很奇怪 我們平常看到小丸子的時候 很喜歡 然後現在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真的好想上去親她一下這樣 櫻桃小丸子 大家都沒有想到是個櫻桃大霸丸配的 你看 來 看一下… 謝謝 不過話講回來 就是因為她的聲音 讓她這個卡通片 在國內更受歡迎 然後她那個娃娃賣得多好啊 因為我每次都想到那 多可愛的聲音啊 好棒喔 好 接下來是鄭仁君 的音色因為比較低 所以我配的大部分都是 老太太啦 這一類的 可不可以學一下老太太的聲音 玉琴啊 叫你早點回家 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呢 真的耶 真的耶 這有厲害 有講的對手 好 我們接下來請烏熊 我最近比較 應該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台語的包公 台語法耶 台語法耶 叫我翁條馬 追 馬上去查看看 這丟米鳳小姐 是不是 你的妙親小孩 幫你拿起的那個 三八阿米 如果你說你是三八阿米 你也不敢說不是 是啦 我是啦 那個很威嚴耶 你看看 對... 那個聲音有夠高 大聲很有發動 好 我們接下來是 李佩儀 李秀果哥 快點嘛 等等我 他說我們要趕快去錄影了 要不然就來不及了 一修 那個喔 一修的那個小四妹是不是 小顏妹妹 這是那個一修和尚的 還有一個白雪公主的那個 後娘 後娘 我最喜歡… 好 來 可不可以來 王哥還真像 人家喜歡白雪公主 喜歡後娘 魔鏡啊 魔鏡 你趕快告訴我啊 白雪公主 現在人到底在哪裡啊 好棒 好棒 可不可以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座每一位 這個聲音變化 能夠有超過三種的人喔 對 我看這兩種是多餘的 對 最少三種以上 對啊 超過三種的人 你是說三種以上的請按鈴 對… 配…三種不同 三種不同 三種變化的 有十一位 十一位都有這個意思 那麼能超過五種的人 請按鈴五種聲音的 有七個喔 還有七個喔 還有七位 好厲害 有五種耶 再再選一下 七種 再上… 三種以上的請按鈴 沒有 還有四個 好 再上… 還有四個 好 再上… 美鳳姐 再上 七種可以了 我先來問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會七種 他拚命按 對不對 好 邵文 你是其中的一位是不是 看來 剛剛我們還想講 在錄影之前 我們大家就講好了 有八種 我們真的有一種 一個人 有個配音員 他可以變化八種聲音 而且是變化無常 完全在那種 毫不費力的狀況下 可以這樣隨時變化他的聲音 那個人就是你 那個人沒來… 那你自己本身配七種 其實平常講說 有幾種聲音 我還真的沒有試過 那這樣好不好 你現在是我們幫你算 我可不可以這樣試 就從現在 就借這個貴節目來這個 試一下我到底有幾種聲音 好 如果有一樣的大家就不算 好不好 因為太相近了 好 我是大飛鴨 大飛鴨大家知不知道 大飛鴨就是我第一次配的卡通 叫大飛鴨 這是一種 一種 翔翔 上 小哥 大飛鴨 坐掉 你饒了我… 大飛鴨 大飛鴨的兩種 兩種 兩種 美鳳姐 我真的不喜歡男生 沒有 三種聲音 三種的 這大爛Gay 對 三種 一種就是剛剛那個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 快追 別跟他跑了 快 加油 別跟他跑了 站住 還有 這五種了 配女生 對對對 女生 女生的聲音會變成小熊維尼 這是我 重複 是五種嗎 是五種嗎 你有你本身配個胖子嗎 還有就是 大家好 我叫豬八戒 今天好高興 來飛越星期天錄影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對 坐在那一種 還有一種 剛剛說 自己也能嘗試 還要想一想 真的還要想一想 因為我從來沒有算過 好像豬八戒 這個就是 你好像是麥克風擋住 從這邊側面 演什麼像什麼 其實聲音表情也是在演的 真的也在演… 對 總 趕快加油 古裝戲 一定有茶館 客棧 一定有店小二 店小二 店小二 店小二其實是 在這個配音這個來說 除非是很重要的店小二 否則一般都是跑龍套的 我是從開始學的時候 就學店小二 客官…來點什麼茶 今天有烏龍茶香片 你要來有茉莉香片 還是要個山頂烏龍茶 來啊 大概是這位是 是 真的有七種耶 我跟你講可能還不止 其實他想不到有什麼樣的角色 想到可能他就會有了 好了 那我們可以走了 剛好… 然後因為這個… 因為多種的變化之下 把這個原因都已經改變很多了 就是真正原始的聲音啊 就是喉嚨受傷的有沒有 我都配吳君如 他的每一部戲都… 是 每天就是一直在擴張自己的喉嚨 然後久了好像一直會越來… 會有一點點改變 會改變嗎 不過也變得比較寬一點 比較寬一點 那會不會… 譬如說這一陣子常配這樣一個角色 自己個性會不會有點受到影響 如果背很背… 因為我本來就很三發 所以我懂 OK 那講到是很背的呢 很背的會喔… 那一陣子會這樣子 會… 會… 會跟著劇情會去走 還是… 或是碰到一個什麼… 比較感情方面的 哎呀… 他要一段時間才能跳脫對不對 對 所以有會… 多少會有影響 我覺得他們好幸運喔 每次都可以那個八點檔 我們… 我們都還沒看到他們已經先看完了 都比我們先看到對不對 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這個… 這個劉明勳他一直講說要算錢… 我們就對這個行業很好奇 這個行業到底是屬於一個怎麼樣的收入 然後它是有一個什麼樣的特性 跟你們的付出成不成比例 我們… 我們要不要先給我們一段… 一點點小小時間開個會 要不要公布 怎麼樣可以講嗎 大概一天要工作幾小時 然後平均月入多少錢 你問一下康叔看可以講 可以講就可以講 對 這個問題交給我們這個康叔 沒有… 其實這個… 以我們配音樂來講啊 也跟演員是差不多 我們也是屬於文化工作者 那這個是一種藝術的表現 所以有的時候很難用金錢去衡量 很難用金錢去衡量 所以當你認為它是一個藝術表現的時候 他要給你多少錢 我們其實都認為這是不夠的 那這樣好了 你給我再多錢我都認為這是不夠的 如果你們配主角的酬勞 是不是理所當然的 比配角的酬勞會高呢 對…我們現在希望這個樣子 原來是沒有 原來我們並沒有說不同功不同酬 是平的 對 是差不多採一個平均的這個… 好 那不要講你們 那講別人好了今天沒來的 配周星馳的話 配一小時要多少錢 這個我們也不曉得 因為我們這個因人而異 然後… 因為… 他又不是他老婆 一定有 他怎麼會知道 有朋友說就是說 譬如說你們說周星馳 當這個市場已經習慣 這個人的聲音來配這個明星 那因此我們可以 因為他的特別需要 我們可以稍微… 對… 這個是… 這個是絕對… 絕對有這種狀況 而且當他這個聲音紅了以後 像周星馳還有拍一些廣告 或者說有的時候 他廣告他拍的那種方式 雖然說沒有請到周星馳 但是他是想說旁白的聲音 要以周星馳的那個聲音來表現 他經常因為他有個很特殊的笑聲 那這個特別指定說 要找他來配的話 那這個價錢當然是可以去定義 可以商量它 這個聲音讓人家一聽 可能第一個就覺得很熟悉了 可能會很習慣 然後再來這個產品 你會覺得不陌生 可能會接受它 對… 所以聲音紅了 那當然價錢當然就不一樣了 對… 鳳姐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諸位 像你們從事這個行業 覺得說遠景不錯的請按鈴 是 覺得這個行業遠景不錯 只有五個 反而奇怪 這五位 難道你們都很委屈 從事這個行業 我想是跟整個趨勢有關係 因為以前大家都比較習慣聽很標準的國語 那現在其實大家都比較習慣聽 比較生活化的國語 然後可能一些製作單位或者是一些導演 他會要求不要用這麼標準的國語 他可能還會刻意要你講不標準的 那這是一個因素 然後另外一個會有一些導演 他們希望不要這麼職業的聲音 可能音色不要太美 咬字不要太清晰 這是一個 然後我想可能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整個大環境 一直以來對聲音方面都不是很重視 是 可能他會花一部戲的製作成本的百分之九十 甚至九十五以上在畫面上 是 他也許不太願意多付百分之 一個很少的比例吧 我想在聲音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我們大家一起來 一起來改善他 因為我想聲音也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了 你看看嘛 一個影片裡頭如果說 我們講那個再打好了 沒有那個送送送 你又覺得打得好像很不過癮 同樣他必須要有聲音 那個的確是要大家 一塊來這個更加來注意 其實佩音娟是一個 是一個很和諧的大家庭 我順便感謝一下這個製作單位 讓我們這麼多人能夠這樣子 同一個時間齊聚一堂 一般現在要發配音員通告 平常欣賞真的很難很難 對... 我們要配個戲 可能五個配音員 我可能就要找好幾天 結果你們製作單位真的很厲害 弄得我們這麼多人來 有比較...算錢比較貴的 有不要錢的也都送了 剛剛在化妝室的時候 他們剛剛拍了好幾張照片 來 喝酒 求姐...快點... 那妳好像平常很少見面 好像同學會 對…感覺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再見面可能是若干年後 不會 其實我在想 因為你們本身的聲音非常的特別 其實在講電話的時候 會不會帶來有一些 就是說給人家惡作劇啦 逗逗人家啦 或是開開玩笑之類的有沒有 我還想到了 曾經用聲音也不是作弄 應該去開個玩笑啦 比如說前一陣子 不是總統大選嗎 還有這個競選的時候 有電話敗票有沒有 我相信大家都有接到電話 大家好 我是那個二號 這個是請各位多多支持 我們這個當選的話 你們就是我總統的老闆 好笑 好笑 所以那時候 就打電話去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 當然我這個不代表立場 不代表立場 曾國城你來示範一個雅劇一樣 然後呢 請他們來配個音好不好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嚇一跳 拉一下好了 這幾天天氣不太好 鼻子有點不舒服 但怎麼會鼻子塞塞的 摳一下 噴不出來 噴不出來 四下無人 四下無人 沒有人在看我 沒關係 摳一下 摳一下 噴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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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好 可是 我啊 我沒帶衛生紙 怎麼辦 對了 這個 我看 隨便找個地方 四下無人 沒人注意的時候 把它彈掉 彈指神功 看我的 一指 彈 彈指神功 彈 彈 怎麼你要過過的 你要在手上彈不掉 噴 噴啊 那樣 想到了 乾脆 一不做 二不修滾 彈上去 沒事 到了 我下車了 好 好 到這裡 另外一個場客上車了 好 來 在說 好 太不吵了 擔車 拔車久了 不要燒蝦蝦這樣 人家這麼多都不爲 是在燒什麼 無法 好 走這裡… 摳 摳 這是什麼 上面有一個妖獸鬼 那台語咬的 不太扯 要有太扯 不要讓你買看到認真的 早點讓你死的 我來看 好像這麼黏 我還甩不掉 他母親的 我平了怎麼看 我可能也有稍微看那種平衣 不小塊 好像 既然被人家弄都不會弄過來 我把它黏在一起 更大坨 我讓你們爽到 哪裡 還是原位最好 後面的人是有的 真的有夠歲 好 讚… 你看看 這個聲音的表情多一多力多重要 謝謝 整個畫面都火起來了 就火起來了 比較歡迎喜歡的人 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幾位的光臨 這幾位巨星的代言人 所以特別來人一起來 還有特別來賓 來 我們感覺到配音的工作 是相當有… 非常有意思 對… 變化也很多 但是很辛苦 尤其今天聽到我們這個 常常在這個螢光幕裡 聽到的聲音的一些代言 來到現場 剛才示範了一下 讓我們覺得好新奇 尤其今天曾博程 表現得太髒了 是 演戲 不過整個感覺 謝謝他們的光臨 讓我們這個節目更生動 謝謝各位的光臨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兩位特別來賓 謝謝 謝謝各位相當有機會 收看飛魚越野心體天 The Best